大家好, 你們兩位做了幾集 有什麼得著嗎? 謝謝, 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我們已經完全參透了 物業這兩個字的玄機 這麼有胃根? 示範給大家看 物,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本來我們沒有物業, 今天心無牽掛 業, 萬般大不走, 唯有業除身 太多物業都沒什麼用, 你留一間就夠了 什麼意思?你們想要物業嗎? 想 你認識了真的是這樣的 我知道你太多物業, 想幫你分擔一下 行…一千萬一個夠不夠? 夠… 夠了, 先閉上眼睛吧 伸一隻手出來 一人一張 謝謝, 姐姐 怎麼樣?喜歡嗎? 一千萬? 嫌棄嗎?不喜歡嗎? 做事, 介紹嘉賓 對嗎? 對, 姐姐對我們真是好 好… 首先我們請出 由小屋搬大屋的曾樂彤 和長期瞄準新盤上車的艾莉 接下來我們有住五千萬獨立屋的 爸爸鄭俊宏 和剛才賣了千萬豪宅的嘉兒譚家瑜 謝謝… 對賣樓好像挺有經驗的 可否分享一下 讓我兩個拍檔可以快點買樓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買樓 所以我來學習的 對, 我還沒買樓 所以我今天來學一下樓價 他的心得就是不認自己買樓 對, 那這邊應該是吧? 我覺得首先要有志氣 然後要有運氣和勇氣 喊你 我覺得應該多看這個節目 就一定能買樓 答得好 是, 今天的問題也有點難度 因為我們有智囊團幫他們 首先介紹 有美聯物業的區域聯席董事 Carvin Yen 你好, 你好 Caren 還有有豐富的投資經驗 對玄學也很有研究的拿督玄海 當然少得我們一班 孤眾意見智囊團, 麻煩你們 謝謝 好, 先開始一個熱身遊戲 首先看看地產代理界 有幾個字, 是什麼意思? 徒仙 五鬼拍門 聰明伶俐, 喊你先 你們可以一起, 阿珍樂替他幫忙 我不知道他幫忙 3秒了, 應該是同… 盛羽來的 我知道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關於你買了那層樓 或者你要進去那層樓的時候 那間屋的格局 應該是跟五門歸心有些關係 什麼叫五門歸心 對, 什麼叫五門歸心 五門歸心就是廳圍住了五正門 但這個應該是一派門 我們覺得應該是住得進去這個單位 就有五樣東西旺利 健康, 財運 色, 潮油快光 不是… 顏色, 顏色, 即是很旺的顏色 我們可以猜到的 紫…即是子孫, 旺子孫 好, 兩隊都有不同的解釋 真正的答案是什麼 當然要問問專業人士 我們問Covid 其實五鬼帕門 跟空窄或風水沒有直接關係 其實形容一種格局 包括大門口、廚房、洗手間和房門 全部對著大廳 這種設計的好處 我們能夠用盡室內每一切空間 令空間大大提升 好, 換言之這麼說 我們剛才說… 最接近的 我看他們這邊算是尚有信心的 不如鬆手一點 鬆吧, 鬆 四百萬吧 剛才剛才 剛才還沒給過五百萬 四百萬 這邊有沒有創意分, 董姐 很接近 對… 你接近什麼, 接近錯了 接近也很錯 三百萬吧, 好嗎? 好, 謝謝 現在先來第一條的去片問題 是一百萬的, 我們先看片段 今天來到日出看食 桂民公司有不少同事 隱身在這個屋苑裡 時帝、時後, 甚至港姐冠軍 都選這裡做他們的安樂 而我今天站在這裡 就知道下屆時帝就是我了 這樣嗎? 低調一點 吵到隔壁鄰舍, 還吵到打妝 不好意思 快點進來 好… 每個人都想上車 難道真的人人都能上車嗎? 在香港買不到樓 租樓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次第一個估計的租盤 是位於將軍澳日出康食 收樓不足兩年, 全新增 而他的租客是2021年港姐冠軍 你是這裡自己租還是買的? 我現在是租的 去年剛才10月 選完 選完, 對, 選完搬進來 但為了搬進去… 對, 接近公司 這裡的實用面積是怎樣的? 因為它有分開房式廚房和錦廚 如果開房式廚房 我這個單位是422呎 現在是兩年約的 一年生, 一年死約 現在差不多一年了 第二年我應該會繼續租 將軍澳, 如果你想選擇海景 因為海景很舒服 我看到你這裡很大的海景 可能海景又會再貴一點點 這件事也要考慮 海景樓一向是大家的夢想家 但這個夢不一定要發生在將軍澳 大埔也行, 還有很多選擇 以下的租盤位於大埔白石谷 聽說未來附近會有鐵路通車 整個套餐很吸引 而他的租客就是七線人氣王之一 Helton, 你說你自己是七線? 你這裡一看, 一線都未必能住 為什麼這麼想? 這麼乾淨、這麼綺麗 是否花了很多錢去裝修? 這裡沒有花錢去裝修 現在新樓已經在裝修得很好 間隔, 入場傢俬已經有了 這裡我看資料是502呎 進來是開放廚房 那邊的走廊進去就有兩個房間 這裡有一個老台, 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廁所 這樣就可以了, 是嗎? 對… 但我又好奇,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地段? 距離公司也有點遠 這邊的白石角是我挺喜歡的地方 因為它很靜 過往踩單車經過也覺得 這裡也挺好, 又近海 好的地方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喜歡每個活動 癢的地方就是這裡的交通 吃東西、買東西極度不方便 打電話也好, 未必立刻打電話 要等12分鐘 如果我要坐車回公司, 回TVB的話 起碼要過半小時 所以我又癢, 我喜歡靜的地方 但同樣帶來的就是這些 好, 現在問題就是問 這兩位藝人, 他們的單位租金 哪一家是便宜一點的? 我看到Fred和嘉儀很快 很快的 知道, 是嗎? 白石角會比較便宜 分析…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將軍澳那裡 日出康城那麼方便 你要搏小巴或另外乘車 去火車站, 去出市區 也算是遠的, 除非自己開車 但是那邊應該有些車位 也很少 也很緊 也很貴 可能白石角會比較便宜 便宜一點, 是的 兩位類似怎麼看? 我們覺得是日出康城 為什麼? 首先它的呎是少一點 10呎是422 即少了起碼80呎 還有我們覺得地段 應該是那邊會便宜一點 你們看地段的 是 不如給你們一些提示吧 我們問問海哥 海哥, 其實有沒有說 什麼地區適合藝人發展去居住? 即是如果我住在那區 我的發展就會比較好 我有機遇 我曾經去過美國的比華利山 看風水 我就從他那裡得到的經驗出來 原來比華利山 是明星聚居的地方 是 它旁邊在哪裡? 荷里活影城 TVB在哪裡? 中央奧 日出康城在哪裡? 中央奧 沒錯 所謂人養風水, 風水養人 我們記得以前很多古代 這個地區專門是出狀元的 這個地方專門是出山仔的 當然有很多種例子, 個案童 要認回自己的名格問題 難怪Sabrina越來越多工作 她剛才看著海景看著公司 她看著另一邊就少點工作 對, 日對夜對公司 我們聽了海哥的意見 兩位女士選擇A還是B? A… A就是這個 日出康城, 宋遠雲那裡 是 嘉儀和Fred呢? 還有Daddy B… 好, 不用爭了 究竟哪裡租金比較便宜? 我看看答案 是否我們贏了? 是嗎? 只有500元嗎? 為甚麼呢? 不如我問Carver會否知道大概為甚麼 因為兩個屋苑的赤租很接近 但正正將軍的單位 面積比較小了 你算出來, 總價相對比較便宜 換言之, 恭喜你了 是 你們有500萬分 嘉儀和Daddy暫時仍然是300萬分 很須努力 第二條就是200萬分的題目 究竟是甚麼呢?請去片段 受位於港鐵南港島線的利好因素帶動 近年港島中西區的樓價 只有用三個字去形容 就是星、星和星 而以下這兩個單位 同樣位於中西區裡比較舊的區域 哪個單位的市值較高呢? 這裡就是位於西螢盤 大概500呎的單位 是不是很骨子? 外面還看到海景 算不算做到你們的夢想家嗎? 如果你們都新租的話 不妨看回我們半小時之前 好, 你好, 你好 升降機呢? 沒有升降機的 什麼?沒有升降機? 你就算是登山吧 什麼?多少層? 不多, 九樓而已 聽得原地跪下 就是…我不進地獄, 誰進地獄? 夠 我也知道走樓梯對你來說 有點難度了, 波波 不過每天做運動身體好 快點就到了 等一下, 你不用停地叫我快點 我真的快不了 韓博士, 這裡是你的家嗎? 已經什麼都沒有 這裡不是我家 不過這個單位是有份擁有的 業主 這間樓並不是我買的 其實是我上一代的樓樓 到現在, 其實這層樓的樓齡 已經是50年了 那這裡有多少尺度 你看到這裡很光亮 有差不多500尺 那這裡放租是多少錢的 我猜一萬左右 但如果你有朋友 就算是多少尺 會有折的 接著, 我們就一直向西 來到另一個傳統舊區石塘咀 參觀一個半身盤單位 大廈入伙六年 實用面積210呎 單位最大的賣點是11這個數字 除了因為這裡是位處11樓 大廈還跟湯博士的單位一樣 坐在著名的11校網 名牌小學臨立 每逢臨近選學校的季節 都特別受家長歡迎 問題來了 哪個單位, 市值比較高 因為樓價會浮動 所以我們按照錄影當日的叫價 去選這個答案 兩位女士 是, 選擇兩位 怎麼看呢 那個唐樓, 因為上到去 它也很大 還有西螢盤現在有地鐵站 不過因為A, 我覺得A 現在是50年樓 所以真的比較舊 但B是… 三樓, 六年樓 六年樓 但它那個位置其實在石塘咀 都是有地鐵站的 Fred, 家儀 這麼小的樓 大家有沒有看開, 你們看嗎 是不是沒有看開 當然有 在香港附近的 是嗎 有一次拍攝在鄭那裡 香港大學站在鄭外面 所以我相信B會是市值比較高 大概200多尺 對, 一陪有多 一陪有多 學生, 那些真的很方便 因為在鄭大學那裡 而且它始終新樓 A是要走樓梯 我覺得這件事很多人會有關心 嘉儀, 你不會買舊樓 你一定會買新樓 我也沒有錢買 如果有錢買才再買 你就是要升降機, 起碼要升降機 對嗎 好了, 現在就要給正確答案了 因為現在是兩位女士, 你們先領先 我的分子, 你們先要回答 不知道 我們選B B 好, Fred和嘉儀呢 如果我們都選B會怎樣 你也是落後 是嗎?也是落後 對, 這樣 你走在哪裡 當然選B 選B, 兩組都選B 是 正確答案是甚麼? 看看 麻煩你展示出來 答案是B 換言之這麼說 剛才兩隊都加了200萬 即是阿尼和登樂童那邊 有700萬分 是 嘉儀和爸爸加了200萬 現在有500萬分 對, 沒錯 有進章, 是嗎? 有得追… 待會回來還有幾條問題 在等你們 是 歡迎回來留價有得猜 接下來就是第三條問題 對, 亦是300萬分的問題 對, 有得追, 開始是 我們可以看影片 很多人跟我說 筍盤、年齡、外貌 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經驗夠多 越搶手, 越多前度 這樣就越好 所以我已經鎖定你了 南丑屋圈 波波 是 南丑屋圈, 懂得選擇 很多全香港所謂的南丑屋圈 基本上有一個很好的風水地方 當然, 它是旺什麼行業都有分別 海哥, 又想問一下 黃埔花園你又怎麼看呢 你看看, 黃埔花園的先天性 布局有一艘船在這裡 船就四處去, 換句話說 黃埔花園是一個很活躍的屋邨 未有東涌之前 很多空中服務員都住在這裡 只要飛來飛去… 而且這個地方 旺美是旅遊、物流 你連演藝界都可以 因為是比較滿潑的地方 聽你這麼說 我也很想馬上搬進來住 我還有一個心水 它叫做麗港城 麗港城發了很多什麼呢 叫做廠佬 什麼叫廠佬? 即是工廠的老闆 還有第二樣 就是很多會計界的人在這裡居住 為什麼? 它坐落於九龍東 東字代表木, 木是文昌 如果你看看遠景 麗港城背後的山很多 房子好像一枝文昌筆 一枝枝, 都凍在這裡 好像兩家屋苑也不錯 不知道哪一個屋苑 成交量較高, 又較搶手 問題就是 兩個都是十大藍籌屋苑 哪個屋苑近五年 成交量較多呢? 和嘉儀怎樣看? 直覺覺得好像是黃埔花園 因為它的位置好 是黃埔花園, 在紅瀉口附近 是 都很方便過海 應該就升了很多 但是成交就… 就不知道了 兩位女士 我也覺得是黃埔的 因為黃埔的站不算是最新的 例如荷文田, 那些是會更新的 其實一直下去的話 我會覺得, 人們會覺得黃埔 好像現在越來越方便 好像大家都是熟以黃埔那邊多一點 不如我們問問Carmen 可否看這兩個屋苑 最近的兩房成交價給我們參考一下呢? 如果你說, 例廣城其實是觀塘區最大的屋苑 而配套也很齊備 加上臨海有個例廣公園 至於赤價, 例廣城最近半年的平均價 大概是15000至16000左右 黃埔花園其實都是臨海而建 再加上生活配套非常齊備 如果你說最新的成交赤價 平均是1.6至1.7元左右 志郎團有否發表? 不要害羞,舉手給他看 如果想說的話,有兩位朋友 因為我本身都是住在公堂 我住在近十貿坪 我覺得來港城的配套商場 肯定規模不足 黃布商場的店舖那麼多 種類沒那麼多 對,種類沒那麼多 差那麼多,你有時候找不到甚麼 高檔的大商店 因為生活機能較多的商場 但黃布花園可能你平時買別的東西 有宜貨品的 我覺得那裡比較價錢 前面那位男士呢? 我都同意所有人說 我都認同應該是紅磡黃布花園 因為剛才專家說過 他戶型比較多 還有他有中高價的路線 所以應該不同的家庭 甚至單身客、交通方面 都應該去選黃布花園 似乎是一面倒 對… 我們兩隊的選擇會否是這樣 我們選A A A,黃布的 黃布的,是 Fred和嘉儀 是否繼續跟著投資? 嘉儀 是呀 我們跟… 跟… 這樣不行,一會追不過他們的 會… 我覺得A是合理的 是… 好 正確答案是甚麼呢? 是否真的A呢? 真的嗎? 是的 黃布花園是差不多1400宗 至於荔廣誠是差不多1100宗 是,兩隊都答對 岑州樂童和艾尼加有1000萬分 Fred和嘉儀剛加多300萬分 所以有800萬分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題了 400萬分的題目了 我們去片段 你好,進來坐吧 你好,進來吧 進來吧 不過你有理由的,你出來看看 就跟著三嫂,看看她的大騎樓 站在這裡很清爽 而且我爸爸很喜歡養鳥 他養了八龍鳥 今天帶了六龍出街 因為他怕太多會被人笑 不過有時候開工累,回來不想動 我就會坐在這裡享受一下 你別以為坐在這裡很悶 除了看人家打球之外 下面有一間小學的,你看 有多少小朋友 跟三嫂直入歸房 最期待的畫面會不會出意呢? 還有,這間房子 三哥,我們躲起來 我們進來吧 這邊就是我的房間 一點點淑口熟悉 希望我很喜歡粉紅色 所以一來到就換了粉紅色的場紙 放了粉紅色的東西,我也放了 但最失敗的是我弄個衣櫃 弄了兩隻門往裝幾件衣服 這樣就全部衣服塗到齊齊了 我現在就希望一隻拍完六十集長劇 再製作 到時候可以看,如果你不相信 你再來吧 片中斥美珍居住的單位 是在哪個屋苑呢? A,美孚新村 B,沙田第一食 他們立刻在看照片 看到這裡很厲害 突然之間不關劉佳士 他說一定是沙田 對,一定是沙田 因為我認得那些房子 而且我沒想到當時 阿三嫂已經在KOL 對 介紹當然介紹得很重 像現在很多物業代理 拍片的人嗎? 對 我覺得介紹得很好 我們覺得應該是沙田第一成 駱彤,你同意嗎? 你有點錯 你扁嘴 你扁嘴 我不知道 我有朋友住美孚新村 我以前在沙田第一成讀書 但你也不認得 我不是八、六年 還沒出生 外面沒有改變過 你沒有記憶嗎? 這裡是哪裡?我也不知道 你又說有朋友在美孚新村 那裡有沒有記憶? 我最近才去完 好像有兩… 但這裡是八、六年 對,我不知道… 只有你覺得是美孚新村 其實他們三個都覺得是沙田第一成 對 他還在那裡讀書 有朋友在美孚新村 對 他有獨特的見解 因為沙田發展很快 對 沙田不斷… 我不知道原本是這樣 我完全認不住 你對的 不是說每個人是就是 對 不要緊,你正在領先 我背不起 我本身在領先 然後墮後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佳爺專家給你沙埃的提示 好,我交給你 你要先選擇 你是最厲害的 你要相信一個地膽 你旁邊的地方是地膽 不是 真樂童挺有信心 我看不出來的 我看不出來的片段 不如打電話問三數吧 沒有這樣的… B B,我們選B 他真的很迷惘 佳儀和Brett呢 都一定是B 一定是B 好的 真正的答案是什麼 都有點緊張 對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緊張 真樂童緊張 真樂童跟老師緊張 對 對,我沒有讀過書 是什麼呢 謝謝你 三年發展很快 對,只是你認不出來而已 好,所以最後的得分 曾樂童和艾莉 是有1400萬分的 至於佳儀和Fred 是有1200萬分 可以玩我們終極的遊戲 買到買不到 好,終極遊戲 買到買不到 好,先解釋一下吧 總之他們有1400萬的本金 分數而已 然後過每一關 你覺得1400萬買不到 地區屋苑那層樓呢 去完六關之後 就可以有… 我們的豐富獎品 沒錯 因為上一次 其實我們有一個累積了力 是的 因為郭之牛太厲害的關 一元也贏不了 是的 如果他們過完六關的話 會有二萬元的豐富獎品 但如果過了三關 也是五千而已 五千而已 但如果三關都過不了 你們就幫忙一閘謀福利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九龍城的富安閣 1400萬,其實是多的 我也買到 買到是嗎? 可以還是不行? 你說先說 可以… 好 可以 好運 你還要20萬給你 接著是西灣河的家亨灣 實用527呎 你有朋友住在那裡嗎? 有小學有讀過嗎? 有看過嗎? 那裡有個劇場 是 我覺得買不到 買不到嗎? 1400萬 你想問一下現場公共嗎? 買不到 買不到? 527應該買不到 應該買不到 這樣就去看看吧 真的嗎? 買不到嗎? 我真的買不到 你已經不相信自己嗎? 我不相信 買到 換言之,他們三關都過不了 柯姐 好 讓你們 本來的一物 真是 刀姐… 我們又要恭喜下一集的嘉賓 可以得到我們累積的獎品 因為鄒鑼跟艾尼 最後是輸了在西灣河 給你留念 很可惜 希望你有一天可以買到西灣 好嗎?幸福灣? 謝謝 其實一直以來, 他們的分數不錯 不錯, 最高 謝謝你們兩位的參與 當然還有嘉儀和Daddy Fred 還有Carven和海哥, 謝謝 最感謝我們的觀眾志郎團 謝謝 好, 我們下一集的 《留價有的估》再見面了 謝謝收看, 再見 再見 如果成交價偏離市場太多的話 銀行可能會懷疑有問題的交易 有機會會拒絕批出按揭 而不同銀行可以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樣 由5%到20%不等 所以鼓勵買家在成造按揭之前 預先徵詢銀行的意見 而坊間也有銀行可以為買家 提供預先批准的服務 相信 無限的